在Excel裡面處理資料庫的事情 這樣就變簡單了 不然的話如果說你今天叫你去學一個SS SS固然還算簡單的 如果叫你去學一個SQL Server或Oracle的話 你可能頭就大了 而且這些東西不是一般人可以深認的 另外還要學一些什麼SQL語法 那對一般人來說 那更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如果在Excel裡面呢 也可以輕易的做到 類似這個資料庫需要的一些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需要它的這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它的編號 這個的縮寫 跟這個的四碼 跟這個-這個 再加一天 總共住幾天 再加上它的First Name 那把它串接起來就是它的Booking ID 那當然有的時候你看到四個 哇你頭就大了 不過通常是各個擊破 不用急 一個一個來 甚至你如果你實在是不會做沒關係 你可以在這邊插入四個欄位 全部做完之後再慢慢把它複製貼過去 也可以啦 如果你的這個可能你的動作沒那麼快的同學 你可以在旁邊再插入四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我要利用它去查表 查什麼表 查這個對照表裡面的第二欄 縮寫 那當然如果 早期不知道的話 你可能就是 查到它 把這個複製貼過去 不過當然這不是好方法 那第一個 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Virule函數 那接下來LugarValue要利用這個全稱 去查什麼 F3 那個叫做 Hotel的Detail 按確定 第幾欄呢 第2欄 要比對方式輸入0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呢他就幫你在 這裡面查到縮寫 按確定 AND 再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 這個 這個minus符號 然後再AND 第2個要做什麼呢 它的check 應該是check in 哪一天check in的 哪一天喔 但是我不要黏 我只要月 跟日 所以呢check in 放進來 打勾的話 他當然會變這樣 可是我只要試嘛 而且是要 只要什麼 只要喔 那個 就是說 這個大概是 距離1900年1月1號 有多少天啊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我們要的是什麼 把它格式化成月 跟日 所以這裡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 第2的前面 加上一個格式化 叫做Tester Tester 刮壺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格式化 後面要格式化成什麼 Format Tester 特別的 於是 現在